欢迎收看财经Espresso周末特备 第二国产车PeroDuo 16日正式发行全新第三代MaiV 发布的同一天宣布已经接到5000辆订单 市场反应不俗 而普腾则选在这一天刊登广告恭贺对手 显示在极力控股入股之后 普腾变得更为进取 打算争取丢失多年的国产车龙头宝座 第二国产车2005年5月推出第一代MaiV 隔年就从普腾手中抢走龙头宝座 而MaiV也成为继普腾赛家Saga之后新一代的国民车 连续8年成为最畅销车款 累计销量低近100万辆 而全新MaiV售价介于44300令吉至55300令吉 定下每月6000辆的销售目标 在汽车市场买汽皮落之际 这个目标会否太高了呢 来听听Paul Dan汽车资讯网编辑曾文慧的分析 其实这一代的价钱呢 有些人说它的价钱有所下降 其实并不是 它的价钱其实是跟上一代 其实基本是维持一样 我们马来西亚人比较多的那个族群都是中下阶级 他们的构成预算大概都是落在3万多到6万多之间 所以这台车要达标其实一点都不难 相较之下 1985年面世的Saga是大马第一款国产车 至今已经生产超过31年 前两代总销量更是超过200万辆 一年前推荐的第三代车款 售价介于35590至41425令吉 成功带动普腾销量取得双位数成长 继续是普腾最畅销的其中一款汽车 麦币和Saga继续纠斗 两大国产车公司也没险着 普腾放话打算两年内推出运动休旅车SUV之后 市场传出第二国产车并没有座椅代币 或将推出以大发汽车 Dihock Su概念车为基础的全新运动休旅车 看来两家国产车 接下来很有可能把战场转移到运动休旅车上 在竞争之余 同时也为消费者带来更多选择